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白 好我們今天又要來抽一下我們的 球弦令 超球弦令 寄上次啊齁 我真的不該在橋縣抽 你知道嗎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橋縣 夏侯敦 他在橋縣出身 夏侯敦跟夏侯淵 是兄弟 他們一定是在橋縣出身 所以我在橋縣抽 夏侯敦 就錯啦 因為出身地他們有兩個 一個叫敦一個叫淵 結果我中淵 你看這個淵不淵 選錯出身地 好不好不是選錯出身地 出身地沒有錯 但是我選錯地方抽啦 那我們這次來選到哪裡 這次啊齁 就是在 星爺 好不好星爺 那這個是 那個 劉備啊齁 在投靠劉錶的時候 那 在 西元201年 好不好 建安6年的時候 那余關杜和 昌廷之戰大獲全勝的曹操呢 決定回頭啊 來攻打劉錶 那 應該說來攻打那個 那個 劉備啦 因為那時候他跟 關羽戰飛失散 然後又重逢嘛 在汝南一帶 好不好 那個當地的領袖 劉備跟西都 然後在那邊 扎眼 結果那個 曹操 201年的時候 打完了 關杜之戰跟昌廷之戰之後 就回來攻打劉備 那劉備在那個香山的地方 喔 香山之戰 失敵之後 然後就逃往荊州 投靠劉錶 好不好 獲得劉錶賞勢 並為以守衛 荊州北方的 那個 重刃 住屯在 心野 好嗎 那心野 為什麼跟蝦洪敦 有什麼關係啊 那當然有關係啊 來 禮白說書開始 建安7年 西元 2022年 劉錶企圖 在趁 曹操北上攻擊 原上的契機 然後 劉錶會 攜取 攜取 那個許都尾 劉表有那麼企圖心喔 繼續聽下去 乃派劉北領軍出擊 發兵至伯望一帝 與曹操軍的夏侯敦遭遇 開啟戰端 所以呢 他們就在伯望坡 伯望坡這個地方 然後就會遭遇 那個遭遇戰 開啟的這一個 伯望坡之戰 好嗎 那一開始呢 大家都覺得說 哎呀 伯望坡不是 諸葛亮 不是諸葛亮那個 把火燒 火燒伯望坡嗎 就是他的那個什麼 新官三任三把火 第一把火就是伯望之火 那伯望之火就是燒走了夏侯敦 這個三國演繹的劇情 然後 那我們的三國的證實 然後三國制證實 然後這個是劉備 好不好 交戰的過程中 劉備刻意派出少數的軍隊 與夏侯敦交戰 然後故意敗退 好不好 這個地方三國三國演義 把它改成趙雲去吸引夏侯敦 那個故意敗退 然後引誘夏侯敦來 不是好嗎 不是 是少數的軍隊 不是趙雲 然後故意敗退 而後又燒毀自軍 引載 跡象讓夏侯敦誤判 劉備無力在戰 他想要撤軍 然後就造成夏侯敦的 那個虎謀的追擊 好嗎 追擊 那過程中 經過了一個狹窄的林間三道時 劉備安排了伏兵 劉備安排了伏兵 突然殺出 那夏侯敦應對不及只有敗退 就是這樣 好不好 然而曹軍從河北回遠的離點 早就料到劉備會使出伏兵之際 故指揮自軍人馬前往攻擊劉備 救出了夏侯敦之後兩軍撤退 好不好 那為什麼 為什麼說那個 諸葛亮 他火燒怎麼夏侯敦 燒退夏侯敦是假的 因為這個 柏萬波之戰是發生在 建安七年西元2020年 那三顧矛盧請出諸葛亮的時間 是在207年建安12年 所以是5年後 諸葛亮出山 2020年諸葛亮都還沒出山 他怎麼火燒夏侯敦啊 所以我跟你講劉備也是有計謀的你知道嗎 好啦說書結束 廢話一堆 讓大家知道正史跟演藝的差別 好 所以這個2020年的柏萬波 就發生在我們的那個 新野城 好不好 劉備 駐守新野城的地方 好不好 超休閒令 24抽 既那個什麼 異竹來襲之後說 又累積的第二次保底 好不好 第二次保底 再三次獲得天賦850以上的武將 再23次必定獲得UR武將 好不好 24抽 23次必定獲得UR武將 我就是要挑戰這個 新野城下抽圓讓 好不好 是不是百分之百 破除柏萬波 獲得夏侯元讓夏侯敦呢 那我們就看下去吧 我們來看一下機率喔 這個夏侯淵 這個夏侯敦的那個 夏侯敦的機率怎麼那麼低啊 0.15%欸 那UR保證難的地方 哇塞 還怎麼 因為更低啦 42857 57.142 是夏侯淵 夏侯敦才 42% 所以我們要站在 不同的地方抽 才有機會啊 是不是 各位說怎麼樣啊 好了 表白不多說 我們先來看 我們就在這個 新野城下 好不好 新野城下抽圓讓 這一次 來新野城 好不好 洛君喔 謝謝洛君喔 希望洛君的 新野城 好不好 能帶給我抽到 42%的夏侯敦 好啦 那我們就給他抽看看 好不好 來開啟人才 準備球衔 超球衔令24抽 再23抽 必定中UR5將 42%夏侯敦 是不是可以在 新野城下抽圓讓出現啊 來先來一張一張抽 這個機率到底能不能起來啊 應該有機會吧 哎呦 SR 是不是可以跳個UR 好嗎 SR 跳SSR 跳UR 咧 欸 哦這保底啊 哎呀 哦 水喔 0桶欸 欸0桶也不錯 0桶 0桶不錯耶 哦 剛剛這個是保底 是的 再20抽送UR武將 我們就直接給他20抽啦 各位 正大你的眼睛 順從你的直覺 我們打開這個卷手 金龍出現 有沒有在20抽裡面抽到非保底的UR R 2 上次是SSR下活蹲 這次是SSR下活淵 這代表說他不會出現了齁 這代表夏活淵 下個10抽不會出現齁 哦 過家咧 哇塞這個過家好久不見了 900的過家 這個時候出現夏活淵 真的是一個好兆頭齁 上次出SSR下活蹲 結果跑出UR下活淵 這次出現SSR下活淵 跑出UR下活蹲 是不是我們在新野城再看一次快點 各位 新野城抽圓讓 就讓你不一樣的反響來囉 啊定格 欸 為什麼是藍色的啊 欸 欸玩太快了欸 欸 欸他紅色出現 紅色沒有出現欸 喔 欸我齊心了啦 欸 欸 喔 司馬儀 都吃來超味的 那是不是下一個就是夏活蹲啊 下一張 好緊張啊 新野城抽了抽不到夏活蹲就看下一次啊 我的信仰能不能再傳承下去啊 欸還沒到 還沒到嗎 欸 來了 啊 啊 為什麼是你啊 你不是出現兩次了嗎 太難過了我的天啊 你怎麼會出現夏活躍啊 嘖 難道我的 啊 敢說我 啊 啊 嘖 我的 我的信仰跟 跟那個不在了喔 嘖 啊 好啦 就這樣吧 好啦下活躍了好不好 留一個就留給下次吧 下活蹲那麼難臭喔 奇怪欸 走哪裡都不信 不知道走哪裡 走成流是不是 下一次有機會到成流啦 好煩喔 走到哪裡都不對 那我感覺是走到許昌好了啊 唉 李白最近真的是越差越差 奇蹟越來越差 信仰越來越低 好煩 好啦 那就這樣吧 好這裡是李白歐克奇頻道 我是李白 讓我們下次 抽武將影片見 大家掰掰 哇下活蹲 掰掰